李显龙总理表示 国人已经感受到俄乌战争 对生活费所带来的影响 政府正竭尽所能帮助国人 缓解生活费上涨的压力 总理指出 我国独特的劳资政伙伴关系 对经济和我们的凝聚力 有很大的贡献 接下来也需要依靠这样的关系 来维持团结和取得成功 来跟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李显龙总理在 五一劳动节群众大会上表示 我国同全球经济紧密结合 以一个小国来说 在全球市场中只能被动地接受定价 拥有极少的溢价能力 他指出 过去16个月的原油价格增加一倍 外公部估计已对我国造成 一年80亿元的损失 相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 总理说 短期内政府的援助措施 将帮助家庭减轻负担 但长远来说 这不能够真正地解决问题 共有比较担心的是 生活费的方面 财迷油盐的价钱提升 所以他们会比较担心 可不可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费 心情多少有一点焦虑 就比较担心如何应对 总理指出 全球经济增长将疲弱 未来两年或许 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他认为 我国必须采取一个开放性 并且让经济更强大 和具任性的策略 胡国总理也表示 但在经济方面 取得成功是不足够的 社会和政治凝聚力 也必须跟上 才能繁荣发展 总理强调 老资政伙伴关系 让我国处于极大的竞争优势 工运不仅代表 广大公有的权益 也祝新加坡人团结一致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群众大会 有大约1000人出席实体集会 同冠病疫情前的人数一样 不同的是 现场没有提供食物 所有人也必须全程戴口罩 另外有500人在线上出席集会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鲍铃报道